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謝耀州 非常高興新聞大白話 YouTube頻道 已經超過10萬個訂戶了喔 而且花不到半年的時間 還沒有訂閱的朋友 趕快按我影片右下角 趕快訂閱 如果超過20萬個訂戶的話 我們就會完成大家提出來的心願 總副執行長 孫大謙 孫委員 委員你好 是 耀州好 時剛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會特別跟大謙委員連線 是因為昨天韓國瑜也有到社子 社子的地方也是所謂的 綠到除殖 綠到絕地三尺 都是綠這種狀況 尤其是台北市裡面綠中之綠 大謙委員昨天韓國瑜去造勢的時候 大家就覺得說真的是這樣子嗎 從現場這種氣氛看起來 怎麼一點都感覺不到綠 尤其是廟方的董事長的致詞 很多人覺得說 這個董事長怎麼會那麼開心 而且他甚至還特別表達說 他覺得只要有人來參拜 一定會贏 還有特別有做這個說 他們廟裡面的觀音非常非常靈驗 只要來拜都一定贏 大謙委員你怎麼看 1月9號喊出來希望可以到 上百萬人 你覺得在當天有沒有辦法 衝出這樣的能量 我們既然喊出這樣的一個數字 那麼就代表我們對所有的庶民夥伴深具信心 那麼就如同剛才司剛所提到的 其實因為大家已經悶了很久 從蓋牌的那一刻起 我們就告訴大家說 在關鍵的時刻一定會請我們所有的好朋友 好夥伴一起站出來 那麼韓國瑜市長今天早上的記者會 已經正式的發出了這樣的呼籲 所以我們對於1月9號的這場造勢深具信心 尤其是因為我們韓國瑜陣營在1月9號 在凱刀辦造勢 那麼蔡英文如果陣營如果我沒有記錯 她應該是在1月10號在同一個地點 也有造勢活動 那麼我覺得這已經是韓國瑜跟蔡英文 兩大陣營的這個投票前的重要的一個PK了 那麼過去我們大家講誰的人多誰的人少 那往往會因為場地不一樣 時間差太遠 那麼所以很難有一個比較 那麼在此時此刻 我要拜託所有支持韓國瑜的好朋友 這就是我們跟蔡英文陣營PK的時刻到了 誰都騙不了誰 1月9號跟1月10號就不過差一天 在同樣的場地 到底的誰人多 誰是真正自動自發的 誰要靠一輛一輛遊覽車才能夠運過來的 我相信全世界都在看 大前委員 今天很多人在問一件事情 因為蔡總統他們開始車隊 而且是分四路 感覺很熱鬧 反而韓國瑜在今天行程 非常極簡 非常簡單 早上開了一個記者會 記者會從頭到尾講不到幾分鐘 後來他第二個公開的行程是到故宮 很多人說 第一次看到總統的候選人 在選戰倒數的這個關鍵時刻裡面 居然會參加去看故宮 這到底是說 因為覺得很有信心的 還是有其他的考量 大前委員怎麼看 我想其實我們從國民黨 過去這幾個月的黨內初選 一路走到今天 那麼韓國瑜陣營對於各種小型的中型的大型的造勢活動 我們已經參加的次數非常多了 那麼我們恐怕沒有像蔡英文總統有這麼大的急迫感 說要趕快舉辦造勢活動 因為我們先前的這個活動非常的密集 而且我們接下來還有非常多場類似的活動 那麼因此我們希望能夠空出一部分的時間來處理幾件事情 當然第一就包含在我們在其他的平台上能夠跟選民進行對話 所以如果我們沒有公開行程 我們可能會在網路上開直播 或者是我們希望能夠有一些不一樣的活動 不要看到韓國瑜都是在激情的造勢場合 所以我們會有一些能夠展現我們治國能力 或者我們政策願景的一些活動 那麼像譬如像這次的到故宮去參觀 那麼我相信我們也有一定的訴求 那當然還有一些行程是不方便公開的 因為在選情的最後階段 全國從北到南有很多重量級的政治人物 或者是異界領袖 因為支持韓國瑜 所以他們也承受了很大的壓力 那麼也面臨到各式各樣的人情包袱 那在這個時刻 我們也希望能夠有一些私人的時間 請我們自己的主帥親自的來跟他們的拜會 來感謝他們在這段時間不離不棄的情意相挺 所以我們雖然沒有公開行程 但是並不代表我們沒有做其他的規劃 我相信韓市長每天的行程都排得很滿 那麼如果把私下的行程都算進來的話 也應該算是鐵人行程 那前委員 韓國瑜昨天是從他的家鄉 就是他出生的地方 從中和出發 那個人真的是意外的爆棚 這個蔡總統今天也是從他的故鄉 他出生的地方出發 有人說人好像相對少了一點點 不知道說是不是因為 也許說因為今天是上班日 韓國瑜在中和的時候是周末 委員你怎麼看這個部分 我想我們都尊重每一個競選對手所做的安排 所以我們也不方便在這個時候嘲笑他們 雖然我們常常被不屬於我們陣營的朋友 不斷的在嘲笑 但是我們希望在這個問題上 我們能夠稍微厚道一些 但是我要強調的是說 有一些場合很難比較 譬如說剛才耀州講的 不同的時間 不同的地點 那麼不同的安排 那麼當然你很難做比較 可是有一些就是避不掉了 這就是我剛才一開始提到 1月9號的凱盜這場造勢活動 這就是硬碰硬了 誰也騙不了誰 那麼到底哪一個陣營的支持群眾多 哪一個支持群眾堅定 哪一個陣營的支持群眾有實力 可以展現熱情 我們到時候就可以見真章了 那就是一翻兩瞪眼的事情 大謙委員 那最後有一個小小的技術的問題 這幾天大家很關心 其實我覺得他不見得是那麼關鍵 很重要的議題 但是討論度很高 就是韓濱在1月9號當天 到底會不會出現在凱盜 那佳芬姐今天其實說 他說我們到目前 都沒有這樣的規劃 沒有這樣的安排 只是說有些支持者 有兩派意見 有一派覺得很想看到他 另外一派說捨不得他出來 大謙委員你怎麼看 所以我想現階段 據我瞭解目前為止 並沒有這樣的規劃 但是並不代表韓濱沒有在 他應該扮演的角色盡全力 來協助韓國瑜整個競選團隊 那麼這一點我們對於韓濱的貢獻 也非常的感謝 那麼但是在整個造勢活動過程當中 我認為台灣的選舉的模式已經改變了 真正的天王恐怕不是站在台上的才是天王 真正的天王是每一位站在台下的庶民夥伴 我常常講在12月29號那一天 站在台中的現場的泥巴堆裡 淋了六個小時雨 那麼在寒冷的氣溫之下堅持到底的 每一位庶民夥伴都是了不起的英雄跟天王 他們對這場選戰的影響跟貢獻 遠超過每一個站在台上駐獎的政治人物 因為有太多的民眾是在電視裡 看到這些支持的庶民夥伴 淋雨的那樣的臉孔而流下了眼淚 他們不是因為台上站台造勢的人講的話感動 而是他們被現場的群眾 所展現出來的鋼鐵抑制給感動 所以我說這不是一場韓國瑜的選戰 這是一場屬於庶民夥伴的選戰 我要在這裡呼籲所有電視前面的庶民夥伴 1月9號的這場造勢活動是屬於你們的 拜託每一位好朋友 大家都勇敢的站出來 你們才是我們最期待的天王 1月9號看起來是非常非常的關鍵 謝謝大謙委員跟我們分享這麼多 大謙委員下次再見 拜拜 是 謝謝邀招 謝斯剛 拜拜 剛剛有講到韓國瑜這個掃街的畫面 我們來看一下 他當天在中和掃街的這個情況 真的是非常驚人 你看這個人這麼多 甚至還有包括什麼金門同鄉會 然後騎姿 很難視角戰 那一天也看到很多什麼 煮菜煮到一半的 還在洗頭髮的 還包括按摩按到一半的 聽到他突然來了 你看這個 而且是不只這個地點 很多很多地方 所以真的就很像 好像是10月10號國慶日 也很像世大運這些英雄 回到台灣的時候 車隊掃街的畫面 你看到畫面 你有一個想法是什麼 這個畫面當然覺得很熱情 韓的支持者 不管是在造勢場合也好 或是在家附近的社區 只要看到韓來 都願意走出來向他加油打氣 那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氣氛 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之前跟之前 當然民調那個數字 感覺是完全相反的 不要講到數字 不要講到數字 嚇一跳 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很多人討論 就是我們碰到 我今天中午也碰到 從海外回來的朋友 從海外回來的朋友 從休斯頓回來 其實我們昨天在設置也很多 從紐約長島回來 從馬里蘭回來的 而且回來馬上就跟 馬上到現場 不管時差就趕快去跟行程了 而且要跟大家報告 那位馬里蘭回來的朋友 因為買不到機票了 他從首爾轉機回來 他坐大航空從首爾 就怎麼樣再回來自己投票票 很特別的是他們每個人都會講說 我以前其實都不投票 都變回來投票 所以這一次專程要回來投票 是 那其實剛好蔡總統今天 也車隊掃接敗票 我們來看一下蔡總統 今天掃接的畫面 這個是車隊的這個畫面 他們其實非常的先進 就是裝了很多這個鏡頭 所以他們在臉書直播的時候 有好幾個主觀鏡頭 也有包括媒體拍攝的這個角度 那有人講說 為什麼他旁邊的人 這個地方還不錯 還是有 還是有 畢竟是他自己的故鄉 所以你看得到還是有蠻多人的 但是感覺很熱情 真的稍微差了一點 好像 我不評論 對 大家自己看畫面 自己比較 自己看畫面就會有一個感覺 其實這個人氣的方面 包括這個所謂的搖席 奈喊熱度 我覺得會不會有一個狀況 是因為 韓國瑜的支持者都拿國旗 所以拿國旗的時候 就會有張燈結彩的感覺 所以滿街都紅通通的 因為主要是拿國旗有一種 共同的認知 有一種共同感 就是你的符號跟我符號是一樣 有一種團結的感覺 那畢竟不是說我是某一個政黨 或是某一個候選人的旗幟 那個感覺我只是為了那個人加油 但是我拿一個國旗 不但是我為了候選人加油 同時我為了中華民國加油 而且我認同中華民國 這樣子一個政治符號 所以那種感覺非常非常的不一樣 再加上過去10年多的時間 很少在這個大小場合裡面 看到國旗出現 但是從去年的選舉開始 國旗變成一個造勢的 一個必備的一個工具 必備的工具 這兩年做國旗的人 可能也是發大財 我覺得滿街拿國旗 光是那個氣氛跟氣勢就會 對 就是大家是對於認同這個國家 而且為了這個國家站出來 我覺得那種感覺是很好的 那這個蔡總統 其實包括了大型的造勢場合 也會不太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蔡總統 昨天到台南的造勢場合 先來看媒體拍攝這個角度 媒體拍攝的角度看起來 台下非常非常多人 而且從這個角度拍起來 命運媽媽 台下全部都是人 只是賴清德的表情 跟他的穿著就是很搶戲 大家都穿小英的外套 他就沒有穿小英的外套 然後他表情看起來 就是沒有很喜悅 沒有亢奮 就是因為顏色也不一樣 但表情也不一樣 所以賴清德的這個 就特別搶戲 不知道 雖然他都沒有講話 可是他的表情 大家就會特別注意他 那從媒體拍攝的畫面 感覺人很多 密密麻麻 都是人 可是也有網友 從至高的畫面拍下去 網友至高拍下去的畫面 看到人都跑光光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網友拍攝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前面人還滿多的 可是蔡總統還在台上講話 你看螢幕上都還是蔡總統 台下這邊人真的也滿多的 這是紅色是什麼 椅子 空椅子 你看後半段 後半段有一點慘不忍睹 那這樣子到底 因為他們聲稱有15萬人 外面是什麼你知道 遊覽車 停車查 聽說有非常非常多的遊覽車 那後半段的人潮 就有點怎麼會那麼少 當然他們也有他們的解釋方式 他說最主要其實是因為 蔡總統講話很有吸引力 所以他的支持者 一聽到他的聲音就會往前衝 我們來聽一下 當天也在台上的林俊憲委員 他的說法 在台南昨天的大造勢 我想去參加的鄉親都很興奮 這個確實是台南可能有史以來 最多人潮的一次政治造勢活動 那我們看到 當然有很多韓粉他會去拍 或者是有些媒體刻意去找 可能比較少的漏洞 他說這個區塊沒有人 這間椅子怎麼空著 其實在蔡英文演講的時候 很多人都往前衝 蔡英文進場 真的走了25分鐘 我也是失禮 我們在台上喊到聲音都撒謠 然後我想 當然選舉會互相的吐槽 我們競爭的敵對陣營 本來就是會安於難堪的地方 譬如說他就不會去拍 沒有椅子坐的 在舞台周邊道路 兩旁的 站著的 坐著的 滿滿擠的 這個也是滿坑滿滾的人 他就不會去拍了 他就會去拍 你這個地方剛好幾個人沒有椅子坐 你就空椅子 這邊人比較細數 所以不管如何 重點是昨天的這場台南大造勢 有去參加的民眾 都覺得很滿足 很興奮 更充滿的信心 好 好 好 你 好